哈喽,我是乐乐,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画画ABC 哈喽,我是星星 哈喽,我是小枫姐姐 小朋友,上次我们画了Basketball, Baseball和Soccer 你都记得它们是什么吗? 我知道哟 乐乐有把她画的图拿给我看 她还有教我Basketball是篮球 Baseball是棒球 Soccer是足球 That's right!星星都答对了哦! 小朋友,你都记起来了吗? 小枫姐姐,那今天我们要画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来画三种毛茸茸四只脚的可爱小动物哦! 小朋友,一起猜猜看这三种动物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种动物 它开心的时候会咬尾巴 很热的时候会吐舌头 这是什么动物呢? 嗯,我想想 猫茸茸的动物有好多 会咬尾巴和吐舌头的小动物 我知道了,是小狗 没错,就是Dog 这种小动物,这种小动物啊 我们来画这三种可爱的小动物吧! 星星,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I'm ready! 小朋友,快拿出你的画本和色笔 我们一起来画画咯! 首先,我们来画小狗 先画一个英文字母C 从C的上面长出了一道短短的彩虹 彩虹的尾巴长出了一片叶子 另一边也长出了一片叶子 把下面连起来 再画一个吐出来的舌头 喊到三角形的鼻子 两颗圆圆的眼睛 这样小狗的头就画好啰 我们在下面画一条肥肥短短的香肠 当作小狗的身体 身体下面长出四只脚 像四只柱子一样 再画上一条翘得高高的 看起来很开心的尾巴 接下来我们来帮小狗上色 你想要画什么颜色的小狗呢? 或是想要画什么花纹的小狗呢? 可以找小狗的照片参考 一边上色哟 一边上色哟 小狗的小狗 再来我们来画猫咪 先画一个小小的拐杖 从拐杖上面长出短短的彩虹 空一个位置 再画一条再弯腰的线 在彩虹和刚才空下来的位置 画上两个尖尖的小衫 在拐杖旁边 画上倒三角形的鼻子 一条直线 一个W 画上两个圆圆的眼睛 还有猫咪的胡须 接下来画猫咪的身体 猫咪坐着的时候 背也像一道弯弯的彩虹 两只前脚会靠在一起 后脚会收在身体的下面 最后再画一条像英文字母S一样弯弯的尾巴 画好之后就可以上色啰 一样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花纹 或是颜色帮你的猫咪上色 小风姐姐画的是一只刘海中分的猫咪 耳朵里面我帮她涂上粉红色 她的背上也有灰色的花纹 尾巴尾端也有灰色 最后我们来画兔子吧 画一个下面比较宽 上面比较窄的鱼缸 上面有一个比鱼缸小的盖子 从空白的地方长出两片长长的叶子 这是兔子的耳朵 在中间画两颗圆圆的眼睛 和一个小小的英文字母Y 兔子身体圆圆圆的毛茸茸的 休息的时候四只脚都收在身体底下 所以只看得到圆圆的脚掌 屁股上还有短短的尾巴 小兔子画完了 现在可以上色咯 很高哦 宁omer哦 还差点ง迸 Rabbit 兔子 Rabbit 兔子 欣欣你画完了吗 我画好了 你们看 这是我画的Dog 还有Cat 还有Rabbit 这些小动物都毛茸茸的 好可爱哦 小风姐姐也好喜欢毛茸茸 可爱的小动物哦 小朋友 那你都会画了吗 你也可以请爸爸妈妈 把你画的图 拍照下来 记得乐乐信箱 也许可以在乐乐的频道中 看见你的作品哦 画画ABC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